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五百四十一集 阴魂不散 展昭和白玉堂来到了阁楼的前边 就见大门紧锁还有铁链子围着 四周围都是符咒还有封条 白玉堂一拽那铁锁发现还挺紧 于是用内力往外一扯 就听到咣啷一声 铁锁被拽开了 随后是哗啦啦的声响 原来缠绕着整座阁楼的锁链是一整条 顺着墙壁就滑了下了 展昭就要伸手去推门 与此同时就听到有人高喊 猪生 出什么事 猪兽去别处去 想到这里 展昭和白玉堂也不知道是不是所谓的心有灵犀 两人都一用力 大门就被推开了 哎 不说了让你们住手吗 展昭和白玉堂一起回头 就见跑到跟前的是林霄老夫子 于是都一笑 住手 谁过手 林夫子生气 但是也没法子 跑上来砰一声关上门 警告两人 不准进去 展昭和白玉堂挑眉看着老头 那意思 想进去你也拦不住 这楼里头不吉利 进去的人多半会出事 别进 刚才有个黑衣人 袭击徐晓东 差点要了那孩子的命 我们出到这里他就不见了 除了这座楼 没地方可以躲藏 可我是看着你俩拽断锁链的 也就是说之前楼还是封着的 那个黑衣人是怎么进去的 展昭和白玉堂都笑了 想不到林老爷子一把年纪 倒是不好糊弄 既然都开了 进去看看吧 展昭又推开门 要进去 不过林老夫子伸开双手 挡着大门 不行 我不会让你们俩进去的 老爷子 里面可能有凶手 有什么你俩都不能进 老爷子 你窝藏凶手啊 我 我是为了你俩好 你两个后生 别挣着自己的功夫好 就不知道天高地厚 我告诉你们 这座楼不是一般的楼 进去的人都没什么好下场 可是包大人说 他以前经常在这里抄书 那是二十年前 自从三年前 那件事情出了之后 凡是进这座楼的 之后都死了 或者出事了 之前十夜也偷偷溜进去吧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 心说这老头知道那么多 竟然一早不说 简直是妨碍查案 白玉堂可不像展昭这么客气 想想他们早茶晚茶 线索断断续续的 十夜那个学生 到现在还是下落不明 这老头知道他曾经来过这幢楼 竟然不说 十夜凭空失踪 会不会就在里边 白玉堂话问出口 林夫子一愣 就见白影一闪 白玉堂也不知道 怎么变了个戏法 绕到他身后了 林夫子赶紧扑进去挡 但是他年纪太大 阁楼又有个很高的门槛 被办理一下 一个猎切摔了进去 幸好 展昭和白玉堂眼疾手快扶了他一把 不然这么大年纪指不定摔死了 白玉堂和展昭为了扶老头 也一脚踩进了阁楼 阁楼内部积了厚厚的尘土 内部还是很宽敞的 底楼大堂空着 几张桌椅摆放的有些凌乱 四周围墙壁也是空荡荡的 还有很多斑驳的痕迹 棕褐色 墙角积了厚厚的蜘蛛网 不知道是因为阁楼里边太空荡的原因 亦或是通风 总感觉凉嗖嗖的 一股寒意从地底往上冒 展昭杨起脸 头顶是旋转式的木质楼梯 一直往上绕 似乎看不到顶 展昭正看着 忽然就感觉有什么东西 出现在了楼顶环绕楼梯形成的 那个螺旋空隙的中间 小心 展昭和白玉堂几乎是一口同声 一把扯开了还傻站着的林夫子 随即就听到啪哒一声 一节相当粗的木头落了下来 正砸到刚才林夫子站着的地方 落到地上之后砸了个粉碎 展昭和白玉堂看了一眼形状 像是楼梯扶手 于是意识到怎么会落下扶手 楼上有人 正这时 外头林夜火和邹梁也跑了近了 展昭将林夫子往他俩面前一推 就和白玉堂一跃窜上了楼 他俩自然不用走楼梯 直接就跃上了楼顶 林夫子在下边急得直跺脚 不要去啊 你们怎么都不听话呀 邹梁和林夜火看了看 急得脸都变色的老头 林夜火抱着胳膊安慰他 没事 他俩鬼见仇 阴魂不散 你怎么就不肯走呢 展昭和白玉堂追到了楼顶 看到了是最上面那一层的扶手断掉 展昭落到了楼顶的地板上 大概是年久失修 或者是有些闹白蚁 楼顶的地板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响声 白玉堂也落了下来 发现有一扇很小很小的窗户 展昭走过去 伸手推了推窗户 竟然被推开了 两人对视了一眼 白玉堂目测了一下那个窟窿 猫儿 能钻出去吗 嗯 应该能吧 虽然小了点 但还不至于被卡住 说着 展昭推开窗户往外一钻 果然轻轻松松的就出去了 出去之后 窗户下边就是一个翘起来的飞檐 就是很像棺材板的那一块凸起 难怪从下边看 根本看不到这窗户被挡住了 展昭踩着飞檐往上一蹦就是屋顶 站在屋顶上 展昭放眼往下望 就见其实也不算太高 但是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太学 无论是学疗还是各个书斋 只要站在这里就能看得清清楚楚 展昭微微皱眉 回到了飞檐上 重新从窗户里钻进去 就见白玉堂 正查看顶楼的四周 孟儿 总共有四扇窗户 东南西北各有一扇 也就是说 住在这顶楼可以观察太学的每一个角落 嗯 而且从这里出入很方便 那黑衣人刚才不见 可能是从这窗户进来了 现在又不见了 说不定是我们在下面跟那老头 耽误了太多时间 他从这儿溜走了 展昭低头看了看楼下 就见大堂里 林夫子坐在一张凳子上叹气 林烨火正好奇地仰着脸看他们呢 足粮四处查看已经走到了二楼 从外面看 我还以为是四层 原来有五层 展昭和白玉堂 下意识地看了看楼顶的空间 就见这里很低矮 似乎只是个阁楼 这里可能是一个暗藏的阁楼 这结构跟个烧饼楼一样 邹梁也看了看几扇窗户外面的视野 皱眉 展昭和白玉堂一起看他 两久 展昭一歪头 啊 烧饼楼 邹梁望天 展昭一笑 显然是在逗闷子 那就要问问 这座楼的建造之初 是出于何种目的了 众人下楼 邹梁让颖卫盯着这阁楼 展昭还让人叫来了王朝马汉 开封府的官差将这座小楼彻底封了 所有窗户还有大门 都贴上了开封府的封条 当然也包括屋顶的那四扇小窗户 离开阁楼 那黑衣人是没影了 不过展昭拽住了林夫子 将他带去了公孙的小院子 院子里 徐晓冬正喝着热茶押惊 公孙赵普等人都在 庞玉咕嘟咕嘟往肚子里灌深茶 总觉得这么下去 迟早小命都得完完 他现在一闭眼就是那张大白脸 你昨天看到那黑影了 公孙问徐晓冬的时候 展昭等人正好进门 嗯 昨天报完 我下课准备回家 往门口走的时候 看到一个黑影从我面前闪过 它还掉下了什么东西在我眼前 我拿起来一看 发现是一张琴谱和一张旗谱 于是我想找是谁丢的 却找不到人 院子里阴森森的 又有些吓人 所以我跑了 你昨天经过院子的时候就一个人 嗯 我外甥过几天就要出生了 所以我在学聊 想托夫子帮我转求包大人 跟他求个外甥的名字 我爹肯定喜欢 众人都点头 倒是也可以理解 开封很多人家生娃娃都跑来 问包大人要名字 一来他是文曲星 又是状元 比较好彩头 二来 据说他取的名字比较正气 能压倒妖魔斜碎 保佑孩子平安长大 其实我之前也听说 包颜会来书院 所以就去找父子确认一下 如果是的话 我就不打算托人了 等到时候自己跟包颜说 徐晓东本来就肥嘟嘟的 看着特别老实还傻乎乎的 众人实在不理解 为什么那黑衣人要杀他 只是因为传说 那齐普和秦普 你后来怎么处理的 我捡到之后 顺手揣在袖子里了 想今天再来问问是谁丢的 到了晚上吃过饭 我换衣服的时候又看到了 发现齐普和秦普都很精妙 以前从来没见过 我现实研究了一下齐普 自己摆了两局之后 又照着琴普弹琴 只不过 说到这里 徐晓东似乎也有些不解 我弹了一曲之后 我爹突然跑来了 他以前一听我弹琴最开心了 可是昨天不晓得怎么了 脸色好难看 他问我怎么会弹那曲子 我就说我捡了张琴谱 于是拿琴谱给他看 谁知道弟弟看了一眼之后 大发雷霆 把琴谱都撕烂了 还骂吓人不好好照顾我 让我看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怕他把琴谱都撕了 所以没把琴谱给他看 难道徐晓东差点被杀的原因 是因为他爹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